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学习关于Membertouch的这么一门课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将由我来带领大家来继续学习关于Membertouch的后续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打钢 那试习一下上一节课 那在上一节课呢 跟大家讲了一下缓缩的这个选拨现象 跟大家讲了一下什么叫做缓缩的选拨现象 已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还有最后呢 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选拨现象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咱们上一节课所讲的 那这节课呢 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缓存的Membertouch的后现象 以及能有数据被踢的现象 我们看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本节课的目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 缓存的Membertouch的后现象是怎么回事 然后并且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永久数据被踢的现象 这个永久数据被踢 这么的这个这个东西呢 是之前跟大家有提过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详解这个 NC的这个内存机制的时候 跟大家稍微的提了这种 永久数据被踢的这种现象 那这节课呢 主要还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稍微的说一下 先来看一下 缓存的这个Membertouch的后现象 先来看一下这个Membertouch的后现象 之前就是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获取多个 它指的是从这个Membertouch或者其他目视缓存的一次性获得多个键值 一般呢这个东西是由Membertouch的 Club进行实现的 说完了这个Membertouch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Membertouch的后是什么 后呢就是这个动能 在英文经验上面 这个动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呢 是由谁提出的 这个问题呢是由Facebook工作人员提出的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Facebook呢 大量的使用了这个Membertouch 大量的使用了这个Membertouch 这个BFP的这个技术 所以呢 随着它这个业务量的增长呢 Facebook在2010年左右呢 这个Membertouch的节点就已经谈了三成个 缓存数千计的内容 这个节点是相当大的 缓存的数据也是非常多的 但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Membertouch的连接频率呢 效率下降了 于是呢 显而易见的 刚开始呢 加Membertouch的节点 就是因为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 Membertouch它这个服务器的容量已经加了点滑了 所以我们就要加节点 添加了以后呢 发现因为连接频率导致的问题呢 仍然存在 并没有好转 并没有好转 但是他们还在加这个服务器 所以呢就称为这个Membertouch的后现象 也叫做这个缓存的无底动现象 就是你一直往里边 往里边加伏器 但是它这个 缓解的效率 或者说是缓解的这个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还一直往里边扔机器 就像一个无底动一样 永远见不到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们可以设想啊 我们使用这个MembertouchGuy 一次性获取100个键对应的数据 MembertouchGuy就是这个多个获取 MembertouchGuy一次性获取100个键对应的数据 那刚开始呢 系统只有一排MembertouchGuy 或者说只有一个MembertouchGuy的一个节点 但是呢 随着咱们这个业务量的增加 随着这个访问量的增大 系统的负载就桌间建筑 那于是呢 我们显而易见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 一台这个MembertouchGuy的服务器 或者加一个这个MembertouchGuy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时候呢 100个对应的数据呢 就散列到两台服务器上 对吧 就散列到两台服务器上 它这个里边 比如说它怎么去散列的 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算法 这里边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区域法 这是咱们最常用的 第二个就是说 像MembertouchGuy的一个算法 MembertouchGuy自身带 带着一个访问的一个算法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叫做一致性哈欣 往来继续来说 问题呢就在这里 原本呢 只要访问一台服务器 就能获取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访问这个A这台服务器 我一次性就能获得到100个服务器 但是呢 100个对应的数据 但是呢 现在我要访问两台服务器才能获取 两台服务器才能获取 那服务器加的越多 需要访问的服务器就越多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比如说我加三台 那这100台 100个数据啊 就要分布在这三台服务器上 那这样的话 所以呢 那问题呢 就不会改善 甚至呢 还会越来越 越来越厉害 还会恶耗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所在 我们大家可以来想一下 这个产生的问题 产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以及这个最终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什么 当你的数据量是一定的时候 或者说是你数据量在评论的增长的时候 你一直往里边加机器 这样的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大家可以来想一下 我们怎样 我们怎样才能这个 缓解这种 这个现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第四个 就是解决的方法 请求呢 多台服务器并不是问题的征结 真正的原因在于 客户多安在请求 多台服务器实施 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 问题是很多客户端 包括这个Liburn American D在那样 在处理这个Mardew Guide 多服务器请求时 实际上是串行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串行的方式是什么呢 先请求一台服务器 然后等待显现结果 接着请求另一台 然后结果导致呢 客户端 小子的时间累加 请求堆积 性能价值下降 就是串行的 并行的话就是说 我一次性可以发多个 多个这样的请求 让它去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你给我返回 我知道这个结果 如何解决这个及时的问题呢 只要保证Mardew Guide中的键 出现在一台服务器上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只要保证Mardew Guide中的键 只要出现在一台服务器上 比如说把某一组K 按其共同前缀来分布 比如Uler-133-H Uler-133-Name Uler-133-Hit 就三个K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 我们可以对应到这个 传统的这个关系 数据库里边去看 比如说这个Uler 就是一张 Uler一张表 它的ID是这个133的 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有他的这个H 有他的Name 有他的身高Hit 那在用分布式计算法 求其节点的时候 应该以Uler-133来计算 而不是说 而不是以Uler-133-H Uler-133-Name Uler-133-Hit 来进行计算 那这样的话 三个关于个人信息的K 都落在同一个节点上 访问这个个人主义的时候 只需要连接一个节点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把这前面 比如说就以这三个K 来为例 之前呢 是以这三个K Uler-133-Hit 来进行 作为K 来进行计算的 那现在呢 我们不以这种K 不以这种方法来作为K 我们呢 以这个Uler-133 作为K 我们进行计算 计算出来一个值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K 我们就能获得到 他的这个H 他的Name 他的Hit 然后让所有的 关于他的这个个人信息 不让他散落在 各个节点上 而是让他散落在 同一个节点上 那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 想要去获得到 他这某个人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连接一个节点 那这样的话 他的效率是不是会增加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说白了呢 就是说 我们在设计这个 MemberCatch的K的时候 见值的时候 见的时候 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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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这个K 进行分析 我们需要分析出来 怎样去设计 这样他的效率 才会更加的高 就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缓存到MATO Guide后 这个缓存到无底洞现象 我们也称之为 缓存到无底洞现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 缓存到永久数据 被踢的现象 MemberCatch 数据丢失 明明设备永久 有效 却莫名其妙的 丢失了 设为永久有效 就是把那个过期的时间 比如你ADD的时候 那个过期的时间 设置为零 那有些人就认为 这个设置为永久有效了 那其实呢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找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前面介绍的 这个多性删除 与LRU最少使用 我们记录删除 来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个 如果slab里边 有很多trunk 已经过去 但过期后 还没有被get过 系统不知道 他们已经过去 这个是咱们 上一次 那个 讲这个LRU 最近 讲这个 多性删除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的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在这个训练机里边 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永久数据 很久没有get了 不活跃 如果新增item 就是新增数据 在永久数据被踢了 在永久数据被踢了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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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性的一个因子 这样的话 就能减少他这个CPU的计算 而且 这个内存也 变大 第三个原因 当然了 如果那些 非永久数据被get 也会标识为 XPAR 从而不会再踢掉 永久数据 这个 这个是 它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get的那些 非永久的数据 然后它又会标识为 过期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 就不会踢掉 这个永久数据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呢 我们一般呢 是将将永久数据 和这个非永久的数据呢 给它分开放 分开放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要在设计 或者说 存储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哪些数据是永久数据 哪些数据是这个 非永久数据 非永久数据 我们不能把它 这个永久数据 和非永久数据 混合的放在 同一个节点里边 同一个节点里边 那你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会出现 上面有三个 一个现象 就会出现这个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数据 永久的缓存在 这个XC里边 但是呢 过一段时间 就是莫名其妙的 被踢掉 所以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 永久数据和 非永久数据呢 分开放 减少这个 永久数据 被踢的这个现象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节课 讲的内容 主要跟大家讲了一下 缓存的这个 马丘改造后形象 以及这个永久数据 被踢的现象 也是比较偏于 理论的一些吧 那后面的这两节课 第九讲和第十讲呢 主要是跟大家 讲一下这个 见识嘛 讲一下这个 见识 然后就是说 如果以后在这个 以后的工作过程中 发现 别人在讨论 你这种现象 或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是 不会陌生的 然后也能参与到 他们的讨论中来 然后呢 还是 课后呢 还是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 在网上多找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分担一下自己的这个 见识 然后多学习一下 我这边只是 刨砖引玉 跟大家 讲一些基础线的一些东西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边 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然后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同学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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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